我們剛剛去看完電影阿凡達 今天苗裡非常的人 我們來尚順附近吃東西 然後發覺很多店都客滿 然後剛好有看到一間日式料理 神醬日式料理 他Google評分是有4.4 覺得而且裡面人蠻多的 然後Google評分也是蠻好的 所以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我們點了一些 壽司 然後平平吃牛肉壽司燒 我點了茶碗蒸 天婦羅 這個是又又點的茶碗蒸 有一個大的蝦子耶 然後他後面那邊有一區就是可以倒熱茶 還有這個一般的味噌湯 沒有什麼料的味噌湯 但是這個都是免費的部分 然後這是又又的豆皮壽司 又又剛剛已經有吃了一個了 又又好吃嗎 你要不要再吃一個 而且你剛剛說他裡面還有包什麼 他豆皮壽司裡面還很特別對不對 他有包東西 看一下 你先咬啊 你先咬啊 你先咬 在那個 你把它弄出來 它裡面是不是有一點魚鬆的感覺 對不對 魚鬆然後有一點 黑芝麻 好吃嗎 他豆皮壽司好吃 他這樣豆皮壽司4個是50塊 對 然後這又又的茶碗蒸 這個茶碗蒸耶 是60塊 他蝦子蠻大顆的 又又你等一下不要吃一下茶碗蒸 你要不要吃看看 看好不好吃 看好不好吃 好吃嗎 不會很燙 不會很燙 不是說那個 好吃度是還 我覺得你說好吃嗎 還好 這你覺得好吃嗎 還好 還好 是嗎 我吃吃 還好吃 你有吃嗎 然後蝦子很大 一隻啊 你蝦子吃吃看 他這個很大 最喜歡吃蝦子 然後他的尾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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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對啊 好吃嗎 蝦子 蝦子好吃喔 對啊 而且 他現在就很喜歡吃壽司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是我們的菜單 我覺得價格都還算OK 不會說很貴 這是我們今天點的 我們這樣子叫起來是990 這是我們今天點的 東西 有壽司啊 丼飯啊 還有湯 我還 在Google上面看到人家說他的那個 雞肉 明太子雞肉串好吃 還有他的製糖 起司 鮭魚 好吃 所以等一下來就吃吃看 然後 這個豆皮壽司我來吃吃看 我覺得 又不會覺得很甜嗎 他這是好吃的 他的那個 豆皮壽司 水準之上 我覺得跟一般的差不多 跟一般差不多 你不會 他裡面加這個還蠻特別的 但是我覺得他豆皮壽司 對我來說有點甜的一點 但是又又很喜歡啊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很愛吃 太甜 那豆皮壽司本來就會有點甜 這個是 這個是 焦糖鮭魚起司炙燒 他這樣子一份 就300塊了 等於一個是60塊 看起來超好吃的 好悠悠 來吃看看 請享用 對請享用 我也來吃吃看 欸他只有小小一個欸 但是我有看有人有推薦 我想說點來吃吃看 他吃到 他吃到上面 因為有焦糖 所以會有點脆脆的 嗯 然後 吃起來不會膩 他起司不會很膩 欸這個好好吃喔 這個好好吃 這個好好吃 這個超好吃的 對然後這個 他這樣一份300塊 然後餅餅的牛肉 牛肉丼飯 看起來很豐富 這樣一份180 我來吃吃看 對 他有蠻多的蔬菜 洋蔥 然後加上牛肉 還有雞蛋 看起來超好吃的啦 這個 欸 他因為放了大量的蔬菜 所以很甜 然後這是牛肉 然後這是牛肉 然後再 配上白飯一起吃 欸我覺得 東西都很好吃欸 吃得很好吃 推薦推薦 兩個都推薦 欸吃起來好順口喔 一口吃一口 好 好 這個是我的蛤蜊味增湯 欸 滿滿的蛤蜊跟豆腐欸 這樣子一碗60塊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我來喝一下他的湯頭 嗯 配起來就是 味增湯的味道 但是不是那種很淡的味增湯 然後又有帶蛤蜊跟豆腐 也很好喝 然後這個 一份是60塊 這個是炸蝦天婦羅 我也是看人家推薦 我才點 他這樣一份是多少 炸蝦天婦羅 那一份是 140元 然後他有附沾醬 我來吃一下 炸蝦 他的蝦子 算一般 不會說非常大致 大概這樣子吧 我的手大小 然後我來吃一下蘸醬 他這個是現炸的 因為你覺得他的飯飯 他在牛肉飯飯 不是你喜歡的嗎 飾… 炸… 焦糖 炸燒起司 的鮭魚 嗯 炸蝦 也可以 但是因為他 蝦子沒有到很大 但是你還OK啦 但是你要說到很經驗 沒有 但是是有一定的水準 你要不要吃吃看 可能會有點燙喔 你先吃吃看 欸又又你的烤飯糰來了欸 看起來超好吃的欸 欸來 然後他還有 這個應該是炸地瓜 炸南瓜 炸茄子 然後這是什麼 我看不出來這是什麼欸 青椒是嗎 不是欸 是青椒 喔對對對青椒 然後這是香菇 炸香菇給悠悠吃 炸香菇 對炸香菇 講一下今天看阿斑達 我們今天看的是三滴 這又第一次看三滴 我們好像是第二次還是第三次 喔我們之後都沒有在看三滴了是不是 然後他片長很長三個多小時欸 但是我覺得還蠻好看的就是沒有人長 而且他 我不要破梗 他後面就是有流浮鼻 應該馬上又又一看完又又就說 應該會出第三集 而且我覺得第三集應該不會等到十幾年後再出 應該是這幾年就再出第三集了吧 但是是好看的 我覺得三滴看起來還蠻厲害的 辣雞瓜 好吃耶 這個辣雞瓜還不錯 然後烤飯糰 給我吃一口好不好 好我來吃一下優優的烤飯糰 對下面有海苔 他這個鮭魚烤飯糰 是60塊 對阿差不多價格 他的皮就是烤的這樣脆脆的 我來咬一口看看 欸 很好吃耶 脆脆的 然後有鮭魚 的香氣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烤的有點焦焦的 這個也是蠻推薦的 這個是我們點的明太子雞豆串 他這樣小小的一串喔 這樣子就140元 等於這樣子一隻 就70塊 小小的喔 跟我的大拇指 一樣長 對我來吃吃看 他滿滿的明太子醬 然後上面還有撒蔥 我很喜歡吃明太子醬 我來吃吃看 很嫩 他吃明太子醬 很鹹耶 是不是覺得太鹹了 對怎麼會那麼鹹 可能雞肉串又有鹹 吃明太子醬在鹹嗎 我來吃吃看 就是加起來 其實 有點太鹹了 比較鹹 喔對 這三吃 口味太重了 對 但是雞肉是蠻嫩的 好了我們 的東西都來了 我們現在講一下 今天最喜歡的是哪一道菜 我最喜歡 焦糖 鮭魚起司 那個超好吃的 然後我覺得冰冰膠的牛肉冬飯 壽喜燒牛肉 也蠻好吃的 優優最喜歡哪一個 鮭魚炙燒 起司 焦糖鮭魚炙燒 炙燒起司對不對 對 對 雞子有點鹹 對啊 那超好吃的 對啊 但是總結來說 這家店我覺得還可以再放 然後 下次來的時候 這個不用點 然後 我覺得味噌湯也不用再額外點 因為它就有不用錢的味噌湯 可以喝 就基本的味噌湯 對 然後再可以再點一些其他人家推薦的 我覺得應該也還不錯 這個是可以再放的一間店 我覺得東西都還蠻好吃的 好囉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 音樂開啟小禮噹 拜拜